黄玉 我特别想问一下 您第一次拍戏大概是什么时候去的恒店 我应该是第一批去恒店的 那个时候恒店连人都没有 包括骨头那边 连人都没有 恒店是您见的是吧 您在这砖过去的 什么时候 0102年这样 我第一次去拍恒店拍古装 还是跟舒畅一块拍的 真的啊 25年 心里驸马 信儿姑娘 你是不是弄错了 驸马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那时候恒店是一种什么样 苍凉的模样 到了晚上广州街连灯都没有 一天一年 除了剧组的灯 然后你卸妆的时候要马上卸完 否则你就看不见了 因为所有的灯光师全跑 我第一次去恒店是2000年 恒店初期的那个阶段 就是影视城还没有现在那么多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明清公园 秦王公的时候 行 现在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您说了就知道了 吃的呢 吃的呢 吃的就是恒店那些 看当地有什么是吧 一刀扔出去扎着什么吃什么 晚上都出来打猎 就是吃的 我那个时候好像 只有那种农家乐 有点像现在那个 深夜食堂的感觉 它没有固定的菜单 我们想吃什么 然后跟老板一说 第二天他可能去山上捉一只鸡呀 去人家家里吃 关键你在广州街出去 你还难出去 得找个那种住动车 你知道吗 住动车是什么 就是三轮或者是蹦蹦那种 对对对那种 就是能搭在它后面出趟程 现在变化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大 现在呢 镇上琳琅满目的那些餐厅 各种各国的料理呀 烧烤啊什么都有 然后交通方面也是有了变化 然后呢 那时候只有三轮车蹦蹦啊什么的 现在就有了出租车 或者是可以滴滴轿车呀什么的 喔 哦 再来一嫌几头 营店的马还专业呢 你说那个321她自己走了 真的 鹏马还专业呢 我电动马 导演说 action她就走了 我还听英文 那个英文 她就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吗 还是吗 没有她就走了 然后到点她就停了 她知道出镜头她就停了 这马里是不是有人呢 有些司机站开着呢